我这个火鸡面的声音特别的治愈 嗨各位 今天我们简单吃一点 我准备了一碗火鸡面 五骨鸡爪 我好久没有吃五骨鸡爪的特想念这一口 然后为了解辣还准备了一个六拼千层 我给你们听一下我这个火鸡面的声音特别的治愈 先来一口火鸡面 来一个五骨鸡爪 嘎嘣脆 我太想念这个味道了 而且它每一只鸡爪的个头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大 妈呀 这个鸡爪子真的好大呀 我今天这个火鸡面感觉酱放多了 好辣 赶紧来个千层解的辣 这是一个抹茶奥利奥口味的 哇 它奥利奥给的真的好多 我一口下去 结果上一嘴就是奥利奥 再来一个草莓芒果 它这个中间实打实的有芒果果肉 这个芒果果肉还有点冻着 吃起来的口感有特别像那种冰沙 哇 幸福感冻了 哇 幸福感冻了 嗯 嗯 嗯 好 嗯 这就是这个口感冻了 鸡爪 最后来把这个千层吃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口味 冰淇淋坚果 中间满满的冰淇淋中间 又夹了好多好多坚果 口感吃起来脆脆的 抹茶红豆 抹茶的味道非常容易 而且不会忽甜 里面的红豆颗粒吃起来是脆脆的 再来一个榛子巧克力 咱不得不说这个千层的夹心 真的是太足了这个料 这个里面的巧克力夹心 一口下去 真的不要太幸福 就感觉你在唇口吃那个生巧一样的感觉 最后一个芋泥口味 芋泥很醇厚 而且芋泥味很浓郁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没有完全化冻 吃起来还略微带一点点冰渣 就像再吃一个芋泥口味的冰淇淋 好了各位 那今天我们这一顿下午茶就吃到这了 千层鸡爪加火鸡面 真的吃的超满足 OK这期视频就录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